前倆 你好,回來我們以服務改善人生 今集有我Carmen,Song和Scarlot 大家好 大家好 今集我們要特別邀請兩位嘉賓 我先介紹一下兩位嘉賓 第一位嘉賓就是楊碧瑤太平紳士BY BY現在是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的非官方成員 亦是香港酒店業主聯會的副主席 而且亦是國際扶輪3450地區前地區總監 和國際扶輪3450地區的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Hello,BY Hello,大家好 多謝你 我們身邊亦有另一位嘉賓 就是習慶聰醫生 習慶聰是一位骨科醫生 亦是國際扶輪3450地區前地區總監 Hello,Eric Hello,大家好 Hello,你好 多謝兩位嘉賓 在此我也想問一問Eric 剛才我們說到國際扶輪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國際扶輪是一個什麼組織 如何創立或創立多久呢? 多謝你Carmen 國際扶輪其實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有116年的歷史了 1905年的時候我們的始創人寶羅夏里斯 他跟三位朋友一起在芝加哥創立第一個扶輪社 在當初他們輪流到每一個人的辦公室開會 最初是為了建立他們的聯誼 發展他們的事業 但後來寶羅夏里斯就發覺他們需要更遠大的目標就是服務 在1907年他們就在芝加哥建造了第一個公立的洗手間 我想問一下國際扶輪創立的時候有沒有一些核心價值? 當然是有的 我們的核心價值主要就是我們需要我們的服務 服務社會 促進友誼 我們要多元發展 我們很著重我們的誠實和正直 另外亦都培養大家的領導才能 這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也熱衷於發展一些人道發展的朋友 推動世界和平是我們的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 現在全世界有118萬的扶輪社社友 他們是來自世界各地 集合了商界的精英 專業的僑楚 社區的領袖 我們其實在香港是有我們屬於三四五名地區 包括除了香港之外 亦都有蒙古、澳門和深圳 我們在區內有107個扶輪社 有大概2700位的社友 其實我們聽到國際扶輪歷史又悠久 我們的社員都看到非常多 我相信香港都應該有很多服務項目去做 沒錯 而且我想追問一下 Eric就是 剛才我提到有很多不同的人參加扶輪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機構都在做可能類似的事情 但是扶輪社友和其他人有什麼特別的區別 是的 這個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其實大部分都有不同的國際組織 其實它分別的支柱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首先講講我們國際扶輪的環境 我們的環境就是希望在這個世界裡 我們所有人結合我們的力量 採取行動 在自身、在我們的社區 和在全球創造一些持久的改變 我們也很強調我們叫做 就是行動中的人 我們不只是捐錢而已 我們會落手落腳去做 去走入社區 我們會探訪老友記 和很多非牟利的機構合作 我們做到一些社區的評估 了解社區的需要 然後再計劃如何去解決不同的問題 而我們的座右銘是很重要的就是 服務者 我們就超過服務 我們最著重的是服務 不求匯報 很特別 很著重身體力行這件事 是的 去到這個時候 其實也想問一下Bi 因為剛才聽到Eric所說的 就是做那麼多服務 那就要很多錢 錢都給我來的 當然每年在那麼多個國家 做不同的那麼多的服務項目的話 真的需要花很多錢 其實國際服務項目的話 其實國際服務項目的話 在過去幾年的話 每年都是會籌募 還有使用4億 接近4億的美金 就是差不多30億的港幣的話 就在這些人道服務的項目裡面 當然有這麼多錢要去籌捐 還有要去用的話 需要一個基金去管理它 這個基金就是我們的國際扶輪的基金 這個扶輪基金的話 其實是有超過100年的歷史 這樣的基金的管理 我們都是用回自己人的 是我們的志願工作者 是世界各地不同的資深的領導 資深的社友 大家一起用自己的時間 用自己的精神去管理這個基金 基金的錢的來源在哪裡呢? 其實第一就是社友捐贈 第二的時候社友就出力 去跟其他的慈善機構 或者是跟其他的有心人去募捐回來 然後錢是怎麼使用呢? 其實任何一個社友 任何一個社 都是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包括在自己的所住地 自己的城市裡面 去找一些有意義項目 找到一些有意義項目的話 他們也可以在世界各地 找回其他的社友 找其他的社 一起問你有沒有興趣? 有興趣大家一起做 如果他有興趣的話 又可以找當地的政府 又可以找其他的慈善機構 一起合作 最後做了一個項目之後 設計了一個項目之後 就會跟這個基金去申請 我們需要花這麼多錢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幫什麼人 有多少受惠的人物? 那基金一批錢出來 當然的話 我剛才說的社友 社 甚至地區 和其他慈善機構 大家都會出錢出來 寫到一個項目完成 那真是非常有意義 我又再想追問一下 哪些人可以去參加這個計劃呢? 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的? 任何人都可以的 是社友 不是社友 都是可以的 很多時候 其實有些比較國際化的項目的話 我們都會和其他的慈善機構一起合作 剛才提過這麼多的服務 會不會特別包括一些什麼領域? 其實我們的領域都很大的 主要我們就是有七大領域 第一個就是基本教育和知識 第二就是社區經濟發展 接著就是疾病預防和治療 接著就是母嬰健康 接著就是剃造和平和預防衝突 來一個水資源和怎樣去用水 而最後就是環保 這個領域真的很寬 對 聽到這樣 我想問一下 在這個扶輪基金 有沒有一些主要的受益者 受益對象? 是沒有的 其實任何一個世界國際裡面 任何我們可以找到 有需要的人的話 我們都會盡量去幫忙他們 希望改善他們的生活 和改變他們的生命 那真的很有意義 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計劃 是很有意思 和幫到很多人的 我們在下一節的時候 回來再和兩位嘉賓談談 究竟當中有沒有一些很特色的計劃 或者是服務 可以幫到一些不同的人